现在这节怎么那么过 也没原来这味 到底原来什么那么味 我怎么也说不准 年味大了吗 百姓评说到件事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妙姐 春节已经过去了 但是过节的话题 依然是饭桌上热聊的 春节营业场所是否要关门呢 这北京真的不适合居住了吗 马格尔是过节的回忆 您是否也有同感呢 来咱一起听听吧 你说这个我很赞同 就那个 你头年你不把东西买齐了 你眼里面有开 没开门 最后也得 我说这也得破屋以后 买完东西 有财量你说 怎么眼镜摘住 你说现在 从初一到三十 哪从没有开商的地 买了个什么都有 所以这个 平时没区别 对 还要节日饭 您说的意思就是 饶着节日 我春节前没准备好 我这个节日 缺吃少喝 是我造成的原因 好像目前来说 这个意思 还是把这个 当成一个话题 现在没有这个意外了都 是不是 你春节你买你就买 你爱买就不买 人意思家里有 现在游戏超市 最多人又改变一个时间 营业时间 10点关门 原来是10点关门 9点关门 玩下去 所以这过节这东西 您说 有不就有一个民族专家 人也聊这事 也不能说人说的对 也不能说人错 现在这节 怎么能不过 它没那味 也没原来那味 到底原来什么那么味 我咱们也说不准 就是那时候小时候就觉得 放假放假 在那家待着 守岁守岁 我就认为那时候 小时候一过十年 我妈就给我弄 弄身衣裳 衣裳还算不错 有个上衣 或者有个裤子 关键有双新毛巫 有双新鞋 就是过年了 那衣裳说在的 也有补兢 老太 我们家有个大铜盆 染一下 染 冬光红的染料 原来我也说过 那大铜盆你染 有股丁什么的 都给你染了 我去掉色了 钱色的染身色 全是一码黑 那时候我特别愿意 愿意说 我喜欢解放军那个皮带的 那种卡扣的 裤带吗 对 我就喜欢那个 我也特别喜欢这个 制服的裤子 制服的裤子是怎么着 前面有 蓝的 蓝的有龙门 现在蓝的龙门 两边带个兜 过去就他们一送饮袋 没他过 哪有兜 那一送饮袋 那一租了 特别方便 哎呀 要说现在我小时候事儿 你咱俩聊天 你说你帮年轻人听问你 这是干嘛 干嘛 这门干嘛 现在北京已经不适合居住了 你不是能不能让你万周签的吗 对 已经不适合居住了 在过年过春节的这个问题上 北京是最落后的 但全国是倒数的 到外边看 那真是过年 三十 三十早上几到十点钟 我出去买多位的 全国门 我这对了 不是关键关键你 跟我一感受闻 这就对了 关键你 你这地儿太冷了 太冷了 不是 南方也是一样 都是这样 你过年 这年都是打家的 他没有父母 他也有父母 也有个长辈 都得团圆 你偏 我给你三倍的工资 在这加班 就为了这个钱 他也在这干 但是拨头的生活 拨头的生活 都给你快乐 你说多惨 我就觉得不到 不好 这种社会发展不好 你看国外 欧洲一些国家 对 你看到 你就周末 你只要礼拜料到 三点钟商 下午三点钟 下午我就下班 为什么 我不挣钱 我那还要交 外边交邮件 我还得也吹起 你该休休是休 一个商 整个商场全本本 是 因为为什么 你下班 我也下班 对 我你休息 我也休息 这才叫生活 真好 就得对 人包玩 人包玩 真的 是 我从三十晚上 加班的 一日到初六 天天在忙 是 挣钱了 但是拨头的 对 生活的特殊 这是不好的 往尝尝看 绝对不是 对文化的发展 和那个是不好的 看了这期视频 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曾经的东方红染料 你还记得吗 过节 是否都要关门呢 评论区一起聊聊吧 感谢您的点赞 关注 转发支持 我是北京妙姐 咱们下期再见